民陣昨晚发起集会 要求政府明确撤回收定逃犯条例 集会结束之后 大批人士再次去到警察总部外面 聚集大约5个小时 直到凌晨3点半 警方由多路驱散示威者 在湾仔收盾球场外面 记录了60个人身份证 怀疑与警总外界刑事案件有关 一个示威者涉嫌习警被捕 先由黄浩然报道 警方驱散示威者情况 明晨3点半警方开始清场 大批警员在报案室打开门 配备头盔头看警员走出来 扫走无偶的杂物 警员出来驱散示威者 军气厂街天调 有警员一致排开 捉成防线向地面推进 在迁尼斯道 亦都有一批警员跑向警钟征援 慢慢走 后面的人躺下 有议员站在警员防线前 示威者正在退 示威者沿着落黑道后退 退到昏蕊街 如果可以的我们先在这里留下 如果可以推进过来的 我们就直杀了图乱 他们讨论去留 有警员沿着谢飞道向昏蕊街推进 示威者再散开 警员去到昏蕊街 停下了 示威者再退到桑士顿道 但仍然聚集着还未散去 警员说到有示威者被守身 警员从几个方向在桑士顿道向湾仔推进 示威者散开 有示威者被制伏在地上 去到4点9左右 警方把示威者推到收盾球场外 全部都坐下 警方以他们涉嫌在警总外刑事委 说要搜身和登记身份证资料 之后让他们离开 至于在警总各个出入口 就有警员清拆障碍物 又拍照做记录 而原本被封的告示打到4点多 全线重开 有线电视记者王浩然报道